大家好,我是鸟鸟 我是个内蒙人 我的老乡李旦、Ruck和杨蒙恩都在讲脱口秀 所以我想我可能也可以 你们可能看得出来 我的性格特别的活泼 我从小就这样 爸妈为了改变我 让我学了音乐 我学的是二胡 世界上最欢快的一门乐器 小时候大家学的都很高端 钢琴、单簧管、小提琴 只有我拉二胡 很多小朋友嘲笑我 除了我最好的朋友 学的是唢呐 我们立志等我们长大了五六十岁 就在公园里组一支乐队 把那帮学钢琴的送走 他这个字太独特了 感觉他没有情绪 然后像一个推锐一样的那种 我这个性格没有办法演奏特别欢快的曲子 你们可能都听过一首曲子叫赛马 别人拉赛马就让你觉得那些马都活力四射 热爱比赛 我拉赛马就让人觉得那些马 比什么赛呢 每匹马都是要死的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可爱 由于我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我常常没有什么存在感 刚才在卫生间 我把手伸到水龙头下面 都没有水流出来 这是什么破包 我就 我想我早该习惯这种被忽略的挫败了 然后这时候旁边有个人把开关搬起来 水流出来了 我也不喜欢和人打招呼 因为总要说一些没用的话 来了 吃了吗 天气不错 谁会真的关心这些呢 什么时候我才能问一些 我真正在乎的问题 比如杨岚老师 你好 我有可能得到您的排灯吗 哇 Oh my God 穿了一个危险的问题 可能会被这种怪物打死了 我都是拖手秀 学习 学习 学习一下 我这样的人也很难谈恋爱 因为我很难判断 对方是不是喜欢我 书上说 如果对方对你有好感 他看你的时候 瞳孔就会变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毫无理由地 看别人的眼睛 我就上网查询了 燕光师资格证的报考条件 到时候就来测个同句 大夫我多少读 不重要 你不爱我 有本书叫 内向者优势 它安慰到我了 但是没有一本书叫 外向者优势 我就安慰我外向的朋友 我说其实你们也有优势了 他说我知道呀 我们的优势就是活得非常快乐 不需要看一本书来安慰自己 我说你知道快乐的人也是要死的 我特别在意别人的看法 甚至超过我个人的感受 即便现在我被一只老虎咬了 都很难立刻喊人来救 因为如果没有人救 我只是可能会死 可是一旦有人救 我还得跟他打招呼 哇 这很好啊 这时候如果武松从我面前走过 我都会想 我应该叫他吴老师 还是叫他松哥 如果叫吴老师就太疏远 但是叫松哥又太亲切了 武松可能也想 他身边是不是有一只老虎 但是他没有叫我 如果我贸然地过去 会不会显得我不信任他的能力 好像就我会打老虎似的 老虎可能也想 为什么突然这么尴尬 是不是我咬人的样子太奇怪了 我就知道我的虎牙长得有问题 我 我很想做一个外向的人 因为外向的人就像太阳 热烈 明亮 引人注目 内向的人就像月亮 只要有太阳在 没有人能看得到他 到了晚上太阳休息了 月亮还亮着 因为他在琢磨白天的事情 根本睡不着觉 他在想 我可能还是应该叫他吴老师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真棒 大家好 我是娘娘 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体相障碍 体相障碍是一种认知障碍 通俗地说就是一个人其实不丑 但是他觉得自己长得丑 我想去医院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毛病 又怕医生说我没有 理发师总是建议我剪一种发型 就是前面一个刘海 两边也剪短 修饰脸型 底层逻辑就是用我的头发 尽可能多地把我的脸盖住 我觉得他还可以再寄近一点 给我剪成真子 我觉得真子可能也只是一个自卑的女生 就这么打扮是她的一种防御手段 用来安慰自己 别人见到我就跑 肯定不是因为我的长相 只是因为我的穿搭风格 从小就知道我长得挺普通的 因为我妈天天跟我说 女儿啊 你得好好学习 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我后来就只好考上了北大 我是考研进去的 复习期间我怕考不上丢人 就不敢告诉别人我考的是北大 我就只能说我考的是清华 但上北大也并没有改善我的处境 做一个长相普通的女生 仍然非常难 就是你好像做什么都不对 你不打扮吧 人家说没有丑女人 只有懒女人 在这句话出现之前 我只是一个单纯的丑女人 你要做什么坏事 人家就说真是相由心生 你要与人为善吧 就会夸你 真是人不可貌相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那你得有点自知之明 我要说我觉得自己不好看 那你得接纳自己 还有大家平时晒的图片 也都太好看了 什么时候能晒一些既彰显个性 又不涉及美丑的东西 比如指纹 因为容貌上的自卑 我放弃了很多事情 不要去面试 肯定选不上 不要联系它 肯定没结果 不要抢银行 会被监控拍到 我又不上镜 但长成我这样 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我经常示弱 撒娇 未经允许就吃男生的冰激凌 但从来没有一个人 说我是绿茶 他就是馋了 上次我去美妆店 店员推荐护手霜 他说你知道吗 手真的很重要 手是女人的第二张脸 我说谁能先救救 我的第一张脸 他说女人不能要一头没一头 世界对普通人来说 是很现实的 就是你必须具备功能 才有存在的价值 但美人只需要存在就可以了 你不会见到一个人说 这个花瓶保温吗 我知道美人和普通人 面对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 连死亡都无法消弭这种差距 上世纪八十年代 在我国西部 出土了两具 三千八百年前的人类遗体 人们把他们命名为 楼兰美女和干尸二号 这事其实是我编的 但你们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理 就我觉得我们普通人 平时可能太低调了 就我们总是想 我这样的就不发自拍了吧 这就造成了幸存者偏差 使得网上都是美女的照片 让大家觉得美女才是正常的 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多在朋友圈 发一些原始的自拍 让美女无地自容 我相信只要我们团结起来 勇于展示自己 总有一天 人们都会关闭朋友圈的 谢谢大家 我是鸟鸟 大家好 我是鸟鸟 我出生的时候 我爸在产房外 觉得孩子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看到我是个女孩 我爸的哭声比我还大 我当时就想 我爸哭声这么大 肯定是个男孩 女生总是会受到 和男生不同的评价 我遇到过一个老师 如果男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男生就是聪明 女生数学考了100分 他就会说 女生也有聪明的 有一次我就站起来 我说老师 您这个话说得不对 老师说 你考了多少分 我就又坐下了 女生不只有聪明的 还有鲁莽的 好像大家对男生 就比较宽容 不管一个男生 学习多差 都有人说 男孩嘛 有后劲 上了初中就好了 男孩有后劲 纹理分科就好了 连我奶奶都说 你爷爷有后劲 坟头草老高了 我看到一则新闻 深圳一名女性 离婚后得到32套房 哇哦 我也想和她老公离婚 我再一查 这名女性婚前有64套房 因为总是被和男性比较 我就特别想证明自己 甚至每次 我和男生一起过地铁炸鸡 如果我比较快 我都会yes 可是跑这么快 又有什么用呢 到最后 别人眼里 我最伟大的成就 还是成为一个妈妈 当妈妈太难了 因为可能会养出一个妈宝 妈宝呢 有男有女 在这里为了方便 我们就姑且称她为 妈宝男吧 哇 都还挺啊 这么好 妈宝男这个群体非常奇怪 就她明明没有犯法 但你总想制裁她 一个成年人 总是把妈妈挂在嘴边 你说她是怎么被教育出来的 是不是她妈妈天天对她说 孩子以后在外面提我好使 那我们应该怎么 鉴别妈宝男呢 我觉得你就可以直接问 你是妈宝男吗 我不是 你为啥不是 我妈说我不是 几乎每个妈宝男 都有一个强势的母亲 和一个缺席的父亲 明明爸爸也有责任 为什么要叫他妈宝男 不叫他爸肺男 如果爸爸特别肺 还可以叫他爸肺特 而且即便妈妈当得好 又能怎么样呢 能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作品吗 每次我妈跟我说 你就是我最好的作品 我都说 妈你这就有点物化女性了 我希望在未来 妈妈这个职业 可以有更为科学的晋升机制 就是如果我拿了 全国奥赛金奖 那么我的妈妈 可以有机会跳槽 成为易烊千玺的妈妈 易烊千玺拿了表演类的奖项 那么易烊千玺的妈妈 可以得到晋升 成为易烊千玺的爸爸 实现真正的自由 谢谢大家 我是娘娘 谢谢娘娘 三 二 一 请 左票 播出之后 还是很多人喜欢你的 是 给射孔的你带来了很大压力吧 就是有很多粉丝 给我私信说 他也很内向 然后得到了共鸣 那你们交流了吗 我都会回谢谢 我刚才听到过程中没拍 是因为今天好像没有 之前能表现的那股 那股狠劲没有 对 可能我现在没有那么愤怒了 就很开心每天 对 娘娘就乐了 之前都没怎么笑过 我 他以前讲这段的时候 就很凶狠 对 因为他特别毒嘛 脱口秀特别毒 一直毒秀 对不对 我觉得还是这样挺好的 干嘛跟自己较劲呢 日子过好了 干嘛还要愤怒呢 对吧 我觉得挺好的 我喜欢这种温暖 我觉得那个 刚进来的时候都特萌 比上次那个萌 我特喜欢 谢谢 因为我算鸟 鸟鸟的粉丝了我已经 我真的好 我觉得他特别酷 谢谢 但是我是在他今天最弱的一个 巴菲特 巴菲特那拍的 什么玩意儿 我鼓励我偶像还不行了 对不对 我鼓励一下 对对对 而且今天要聊的是 妈宝兰对不对 郭老师 您对妈宝兰应该很熟悉 对不对 扮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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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真的不是啊 本身不是 我绝对跟苏鸣城画 他必须得画成界限 对 我也是这种 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过来一摸我 我说别要蹭我热度 我这个人做什么了 笑话响了 谢谢各位 哎呀 终于过去了 你给我出去 你有病吧 没没 没事 那个郭老师 您以前这个 这个妈宝兰 您觉得他吐槽这些点 有 您演的时候会有这种 就是这种感觉 有共鸣的吗 对 我还是觉得这个不能光是那个妈宝男一方的责任吧 那还有父母的关系吧 对吧 那还是把孩子给灌成这样了 对 就本身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这个我觉得 就是 就是 我觉得父母还是有很大的责任的 没有把他培养好 你是不是之前讲的时候是还跟妈宝男在一起 现在分手了 就 是交过这样的男朋友 就没有这个劲了 是不是 缺点很劲 但是 整体还是很好的 也得到了20票 那么我们请 回到舞台中央 我们来采访一下徐志胜 你觉得这场谁胜率更大呢 我感觉 鸟鸟吧 他讲的东西可能 在座的观众更有切夫之痛吧 不折磨你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孟川对鸟鸟最终的得票结果 我今天给自己的表现打了100分 因为我很少撒开了影 今天算是我的一个小的突破 孟川已经超出了预期 在现有的那么好的文本上 又有很多情绪 就是有点如虎天意的 我对我今天的表现其实是比较满意的 基本上把我想表达的观点表达清楚了 我有点难以判断他俩 还是抽着胳膊 但是根本有四个 还有权力